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,历史洪流中总会出现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物,他们凭借非凡的能力和胸怀,在动荡的年代里挽救危机,扭转乾坤,为设计江山做出巨大贡献。 这样的传奇故事,永远令人着迷和感动。今天,我们就来讲一位这样的千古奇才刘伯温。 一、散于草野的隐异才子,元顺帝治正年间,江南一带遍地皆是起义军,原本富庶的南直立,一时风雨飘摇。 这时,在经浙江宁波附近一个叫清田的小村子里,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,名叫刘伯温。 刘伯温生于一个书香门第,自小便表现出非凡的聪慧和勤奋好学的品质。 他博览群书,对天文地理,兵法策略了如指掌,还对古今典籍了若指掌。 二十岁那年,他高中了近视,前途四景。 然而,好景不长,元朝已是风雨飘摇,满朝文武尽乡贪污,朝政腐败,军费打点,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,无法镇压各地起义军。 刘伯温看在眼里,却无能为力。 一日,刘伯温独自沿着青田村外的小路闲逛。 远远地,他看见路边田梗上坐着一个正在发呆的农夫。 叔父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呆呢? 刘伯温亲切地问,哎,想起来就来气。 叔父叹了口气,我的田被官府多收了水,今年粮食收成又不好,亏得惨重啊。 刘伯温心中一紧,明白民间疾苦已到了何种程度。 他安慰叔父几句,面带忧色地离开了。 这木井巷让他萌生了隐居的念头,或许在这乱世之中,隐居乡也,与世无争,才是上策。 隔日,刘伯温来到一个森林深处,选了一块空旷的地方,开始盖起了一间小木屋。 村民们看见都纷纷议论,刘大人这是要隐居了? 他那么有才华,不去做官。 可惜啊,现在朝堂已经腐朽不堪了,再怎么觐见也是枉然。 刘伯温淡淡说道,就这样,刘伯温隐居在林中,小木屋里,过起了与世无争的生活。 白天,他平民下棋,绘画写诗,夜晚仰望星空,漫步在林中。 村民们时常看到他独自站在山坡上,凝望着远方,不知在思索些什么。 唉,刘大人当真是一位隐医的才子啊,村民们感慨道。 二,应照出山,献策立功。 当刘伯温正打算在山林中度过此生时,南直立一带却风云变幻。 原本在吉宁一带颇有声势的朱元璋,正在以雷霆万军之势,席卷各路敌军。 他用武力击溃了陈有亮,又用利诱的方式,拉拢到了的豪杰才俊。 一日,朱元璋的使者,来到刘伯温的墓屋前,向他转达了朱元璋的邀请。 朱将军盛情难却,才华如刘公隐然不宣,实乃天下之不幸。 还请刘公出山相助,以免使君龙体劳伤。 刘伯温听后默然,他虽然厌倦朝堂,但见识过朱元璋的胸怀与抱负,也不忍见他为竞争天下兴劳。 最终,他决定暂时抛却隐翼,响应召唤,助朱元璋一臂之力。 既然朱将军用心良苦,我也不能袖手旁观。 这个天下,需要英明神武的君主,来拯救苍生。 刘伯温淡淡说道。 于是,刘伯温的包袱,告别了简陋的木屋,踏上了辅佐朱元璋之路。 此后,刘伯温果然攻参谋军国大计,多有剑术。 在攻打吉宁的战役中,朱元璋按照刘伯温的策略,调兵遣将,终于攻克了城池。 朱元璋大喜过望,对刘伯温赞不绝口,有攻献策,攻成事半功倍。 三,鄱阳湖大战献良策。 1367年7月,朱元璋与陈有亮的军队,在鄱阳湖展开决战。 此意双方兵力悬殊,朱元璋几乎处于绝对不利境地。 为了迎战陈有亮的水军,刘伯温建议朱元璋把战船连接起来,组成一个个方阵,以优势兵力。 舟船既连,则可互为击脚,战而不乱。 刘伯温分析道,朱元璋听从了他的建议。 在交战当日,朱军的舟船果然紧密连接,稳如磐石。 陈有亮的战船虽然更加庞大,但无法突破朱军的方阵。 当日交战进行到高潮时,陈有亮的一艘巨舰突然直取朱元璋的旗舰,是将其撞臣。 危机时刻,刘伯温注视天象,见一颗南星自南向北飞过。 料知是凶兆,当即贺令朱元璋换乘别船,就在朱元璋换船的一刹那, 他原先所乘坐的旗舰果然遭到猛烈撞击,瞬间粉碎沉没。 多亏伯温先见,将军才免于一死。 朱元璋感激地说,最终,朱军战胜陈有亮,全奸弃精锐。 此意扭转了朱元璋和陈有亮实力对比,使朱元璋从此升势大振。 刘伯温的策略和提醒,无疑是此意取得胜利的最大功臣。 四,补士神准载入史册。 大势已去,朱元璋接连攻灭敌军,忠于天下,建立了大明江山。 他特地封刘伯温为推国左运载辅特进光禄大夫驻国少世间太史令, 并在天立元年,1328年,亲自为刘伯温写下了目标,以示嘉奖。 在朝中,刘伯温勤勉朝政,辅助皇帝治理国家。 有一日,朱元璋询问刘伯温,我建立的皇朝气数可长久。 刘伯温看了看天象,思索片刻后缓缓说道,龙的传人定能继承大统,只是日后要防备燕子南飞。 朱元璋听后颇感疑惑,燕子可有何力量能动摇江山社稷? 多年后,朱棣果然以靖南之变夺取了皇位。 诚如刘伯温所预言的燕子南飞,这预言的准确性让后人只能感叹不已。 在刘伯温手中,不挂,推胎,面向无意不惊。 据说他还遇见到数百年后的事,并留在墓中的预言石刻上。 1644年,清兵入关,一位王爷路过刘伯温墓时,忍不住让人挖开墓穴,想看看石刻上的预言。 当清兵一开石板时,只见上面赫然刻着,顺治三年春,如何开我坟? 这预言准确地说中了清兵挖墓的情景,把王爷和清兵都吓了一大跳。 王爷回去后不久,就患中病去世了。 有人说,这是冒犯了刘伯温墓而遭到的报应。 5.千古一绝的神人 一个人的一生,最难能可贵的,莫过于在乱世中守正不阿,并称天命,施展己才,为设计江山尽心尽力。 刘伯温正是这样一位千古难得的奇才。 他本可以试图顺遂,功成名就,享受荣华富贵,也可以隐居深山,苟安一世。 但在国家危难之时,他毅然决然踏上了救世的道路,不畏艰险,为明朝开国立下汉马功劳。 借助他的智谋和遇见,朱元璋得以在烽火中崛起,最终完成统一大业。 刘伯温卓越的学识和超凡的才能,令他成为史书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星。 虽然在世时默默无闻,但他挽救朝廷与威王之际的策谋与作为,是后世绝无仅有的。 当王爷辟逆自若地打开他的墓穴时,预言中的句子恰如当头一棒,将士强凌弱的人积个正着。 刘伯虽已先是百年,但他的工业与品格依然闪耀,令人景仰。 倘若他从未出现,历史的车轮恐怕将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转动。 可以说,一个刘伯温就改变了整个时代的面貌。 这样一位大丈夫,蒸蒸铁骨,折而不扣,意气风发,功在国家设计,名流千古,实在可歌可泣,令人联想到北宋理学家司马光的名言, 救世之急,折在于我。 结语,刘伯温的一生,写满了传奇色彩。 他本可安逸隐居,却在国家危难时,挺身而出。 他本可功成身退,却致死忠心辅政。 他本可自己一个人求安全,却甘于献祭救主。 他本可惜财自怜,却毫无保留的奉献才华。 正是有了这样热血忠贞,舍我齐谁的斗士,明朝才得以在风雨飘摇中奠定根基,成就一方霸业。 而刘伯温的高风亮节和奇谋妙策,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行。 功成不拘,立即天下,正是刘公医生的写照。 虽千载之后,乌被人因凝迹,景仰这位千古一帝的奇才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